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最近这些年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 很多人都开始用旅行的方式来丰富起了自己的生活 也正是因此,很多景区甚至是一些国家的旅游收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缅甸便是其中的代表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缅甸的一个神秘景点 我们都知道缅甸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度 因此这个国家到处都能看到寺庙佛塔的身影 在缅甸一个名为摘脱的小镇旁边 有这样一块,屹立于悬崖边千年不倒的神秘大金石 在金石的上方甚至还修建了一座佛塔 这块椭圆形的金石高约8米 上方佛塔的高度则是7.3米 它们的总重量达到611吨 租路在1100公尺高的悬崖边角处 看上去好像风一吹就会滚下去的样子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块金石竟然已经在悬崖上 屹立了2500多年的时间 在缅甸 这块大金石也被信仰佛教的人们当成是神石 整个巨石上的金子 便是他们一点一点度上去的 相传这个巨石之所以千年不倒 就是因为上面佛塔里 供奉着佛祖的一缕头发 有了佛祖信物的镇压 就算再过几千年 依然不会倒下 也正是因此 这块大金石也被寄予一种美好的象征 只要用手触摸它 就能得到佛祖的精神洗礼 从而拥有好运 不过由于缅甸文化的缘故 女人是不被允许触摸这块金石的 因此 想要前来参观的女生一定要注意 尽量不要靠得太近 对于这样一块违反重力定律的金石 小伙伴们知道其中的原理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对于成績覆并 cena zero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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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